第18题,有杯盐酸溶液50毫升,其氢浓度等于0.1大M, 欲使其PH值变成3,请问需加水使其总体积变为多少毫升? PH值变成3,意思就是我们的氢浓度会变成10的-3次半大M。 那我们一个方法是认真努力的算, 带入我们的公式,大M就等于体积体积公升座单位分支末, 现在呢有0.1大M,那么我们有50毫升,0.55公升,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的末数有多少, 那么再带一次公式,体积分支末, 那么末数是一样的,那么我们要变成了10的-3次半大M, 就可以算出我的体积有多大,这叫做认真努力的算, 那或者我们是用想的,我们的大M就是体积体积公升座单位分支末, 那我们加水稀释末数不会变, 所以是体积改变,造成我们的浓度改变, 0.1大M就是10的-1次方大M, 10的-1变成10的-3,我们的浓度变本1%, 那么浓度要变成1%,所以体积要变成100倍, 那么原来是50毫升变成100倍,就变成5000毫升, 所以我们总体积应该是5000毫升。 第18提问,请问需要加水使其总体积变成多少毫升?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5000毫升。